在今日定期会中 县议员陈宜君针对县内老旧消防车辆比例为全国最高 质疑是否会影响救灾品质速度及时间 并就此问题提出探讨 陈宜君议员表示 公寓山崎市必先立齐器 建言相关单位 重视老旧消防车辆的太旧挤迫性问题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在救灾上面的一个品质跟速度跟时间 说就110年到112年 你们怎么去态换这个车辆 用了多少钱 然后会有态换多少不得性的车辆 在救灾的过程当中 好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些打火兄弟他们的生命也是很重要 一定要有好的工具 他们救灾的时候才能安全 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两年前竹山消防局救护车不足 恐导致有救医需求民众延荡送医 在消防局协助下 近年度增加一辆救护车 并且不足人力 大大的提升紧急救灾效率 县院拆蒙儿表示 希望透过定期会议程将问题凸显 感谢并鼓励相关单位持续努力 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 当初我们竹山的救护车的不足 那时候的不足量是25% 就定于说系统定位就一通卡 没车 在这个情形下继续恶化下去 我们竹山的乡亲的生命损失 我在想可能就是均加严重 在我们消防局的权力协助之下 第二部的救护车就在今年的1月份正式成立 然后也补足了5个人力 就想说我把地方的问题凸显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困难点 我们大家提出来检讨 来解决问题 让我们的乡亲有一个非常安定的一个生活空间 救护车接到任务出勤10万火急 把握救人黄金时间 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救护车快速通过 先远离方于在定期会议程中 建言县府消防局需要加强宣导 力让救灾及救护车优先通行 以保障救护车辆以及所有拥路人的行车安全 我所谓的这个宣导是面对于全体的县民跟大众 让他们知道很明白的了解说 当救护车来的时候 我们该往哪边靠拢 该怎么离让我们的救护车 才能够让救护车很迅速的达到救人的这个目的 期许相关单位能够重视议员们所提出的问题 紧速改善现况 让南投县民更安居乐业 记者洪一伦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